62岁吕梁伟风采依旧,三任妻子都貌美如花,儿子长相让人发愁。 要说娱乐圈里,饰演黑帮老大最成功的角色,梁家辉算一个,任大华算一个,吕梁伟当然也算一个,不管是博豪还是导火线,那力气十足的神态让人不寒而栗,特别是博豪,横扫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像的各种大奖,吕梁伟也评级此片加冕了影帝。 吕梁伟在八十年代评级上海滩中的丁丽一角展露头角,尽管当时合作的是周润发,赵雅之这样的大派明星,但吕梁伟的表现依旧很出彩,获得了很多掌声。 91年的经典影片播好让他一跃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 近几年的吕梁伟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大多数时间都忙着经商投资,拍戏只能说是闲暇时间的爱好吧。 事业上相当红火,生活中吕梁伟拥有三次婚姻,第一位妻子是周海妹,周海妹与吕梁伟1985年两人因为合眼小岛风云认识,并公开承认恋情。 1989年,33岁的吕梁伟于生日那天带着20岁出头的周海妹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秘密注册结婚。 后两人很快出现了矛盾,吕梁伟的父亲需要人照顾,但身为儿媳的周海妹却最心于演艺事业,加上她自幼受家人宠爱,不太会照顾别人,夫妻争执于是愈演愈烈,两人最终分手。 和周海妹分手后,吕梁伟就迎娶了当时香港歌坛的红星邝美云,也是众所周知的大游物。 结婚后邝美云也是慢慢地荡株歌坛,但是两人的婚姻也是维持了半年多,在刚满一年后就宣布分手。 吕梁伟曾经也风光一时,在香港也是身家过亿的大明星,曾经一度家里的十三口人都由她一人雇养,不过在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后,她一夜间变成了穷光蛋,这样的差别婚姻怎能不出问题。 后来就与商界女强人杨小娟相恋并结婚。 两人结婚后吕梁伟更是交出财政大权,而在杨小娟的经营下,两人的财富与日俱增,现在已经是身家几十亿的大富豪了,而且不止如此。 婚后妻子更是为她生下儿子,只是儿子的颜值,真的是一言难尽,完全没有继承她的帅气。 说起杨小娟,还是十分神秘的一位人物。 高干子弟,北大经济系高材生,在中国大陆经营过茅台酒和手的生意。 曾经担任过深圳商会的会长,因此,在政治商圈都有十分广的人脉,受伤操作遥控了大笔的投资,吕梁伟的一些投资和理财都全权交给这位贤内入打理。 吕梁伟是盈平的硬汉型男,账相又棱有脚十分帅气。 酒味露面的吕梁伟,晒出了自己的健身照,戴着拳击手套的她可谓是风采依旧,但是儿子长相不随她,也不像妈妈杨小娟,完全没有遗传父母的好基因。 儿子越来越胖了,妈妈杨小娟都着急了,常常监督儿子减肥,但是显然没有什么效果。 记得图类一句话,一个男人娶什么样的女人,决定她将来生活的希望。 一个女人娶什么样的男人,决定她将来生活的希望。 婚姻选择另一半,也确实不容马虎。娶一个好老婆,也是一种福气。